6月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孟伟发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问 会上有记者问,稀土是否会成为中美经贸摩擦反制的手段 孟伟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条紧密相连,环环相扣 没有协同合作就没有发展进步 对于某些国家,罔顾世界贸易规则,破坏全球化产业链条 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一直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支持经济全球化 秉持着开放、协同、共享的方针 推动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 愿意以稀土资源和产品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的正当需要 但是,互利共赢需要各方诚意维护 某些国家罔顾市场贸易规则 破坏全球化产业链条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如果有谁企图利用中国的稀土资源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 我们也坚决反对 针对近日发改委连续举办了三场稀土座谈会议事 孟伟表示,中国是全球稀土第一储量大国 也是第一生产大国 加强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来说 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发改委将抓紧研究出台有关政策措施 切实发挥好稀土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价值 此外,孟伟还在会上表示 目前2019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修订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创造更加开放、友好的投资环境 加强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 欢迎外商来华投资发展 今年年底前将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 这些限制性的规定 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的一致 那么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和领域 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会有进一步鼓励的措施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将继续做好重大外资项目的服务工作